Hello 大家好 我是Jeanne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 關於整牙和牙貼 是否真的可以令到一個人 整個人不同了 是否真的好像整了龍一樣 很多人都不相信 他不相信枯了牙或者整了牙 是會真的令到一個人變成一個美女 我很想用我自己過往的經驗去分享 但我真的很遺憾地 我沒有保持中學爆牙 應該是由我小時候出生 因為爆牙的樣子我沒有保持照片 所以看不到我以前 未枯了牙之前的樣子是怎樣的 我想幫一些枯了牙 然後變漂亮的女生 平反就是 枯了牙是真的可以令到一個人變漂亮的 因為那時候 你會不想吃東西 怕吃東西吃到骯髒 或者那時候很痛 你定期要去弄一弄緊 又要帶橡筋其實是很圈的 所以你經常都不想吃東西 變相會整個人瘦了 我一枯 枯過牙枯了4年 所以我那時候是整個由包包面 變到V面 都真的會試過這個情況 但今次我主要想分享 我做了牙貼的經歷 因為我是在近期做的 我19年做的 所以我所有記憶都很新鮮 而且我知道做牙貼 其實跟矯牙是有一點點不謀而合的 亦都令到我的牙是再齊整些 而且整件事笑上去是更加漂亮的 枯了牙之後是OK的 即是我也會露齒笑 但小看的話 我門牙都是有一點點凸出來 亦都不是最齊的狀態 而且我天生是黃黃的 即是我不是常喝咖啡 不是常喝茶的人 我問過牙醫的 是很正常的 她說不知道什麼 髮狼質原本的顏色 就是黃黃的 所以你是黃是正常的 我就很介意 因為笑了 都是想整排牙最白最漂亮 我一直都找很多方法 想令到自己排白一點 例如我買一些 最沒用的就是 美白牙齒的牙膏 然後試了好幾年的 藍光美白牙齒 但其實對我來說是不合的 因為我那個牙齒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塊塊的會弄完 有一塊白了 有一塊就是 原本的髮蘭漬的顏色 就算白了也沒有用 因為我是一個不平均的白 直到我19年 非常勇敢去做牙貼 香港做了牙貼之後 真的很有自信 我少得 很喜歡 我完全不怕說話 不怕老耻笑 我現在都應該要努力給大家看 完全不怕喝茶 喝咖啡 不怕老耻笑 不需要再P圖 就算以前我的牙齒 都不是超級黃 但我仍然都要P 因為我覺得不夠白 所以我都會一次過再做白一點 但現在完全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當初做了16隻 就是上白下白 其實基本上就是 你笑的時候會露到的位置 19年去了深圳這間工作 為甚麼呢 我之後會慢慢去說 有甚麼好 但為甚麼一開始 我有信心去大陸做牙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試過去 做牙齒 我去補牙 做一些很普通的牙科檢查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小時候試過 我有信心 直到我19年 我是在Google 看了很多review 然後就找到這一間 叫做維港口康的一間診所 上網看到口碑其實是不錯 而且醫生的資質都非常之好 慢慢去了解他們 就知道他們已經開了15年了 其實 還有他們的醫師團隊 全部都是名義 全部都是從最出名的大學 還有就是我上過他們辦公室去看 他們的獎狀、獎牌和證明 是多到拍不完 那些獎狀不是真的自己 威威威那些 是真的人家的諾貝爾背景 去頒給他們 還有一些隱色味公司 是會頒給一些他認可的診所 覺得做得好 還有連續做了多少個案件的醫生 去頒給他們 所以我看了之後就覺得 嘩 值得順賴到不得了 而我是做Emax 他們的材料其實都是由外國入貨回來的 所以不需要怕是否一些很容易爛 很薄 薄是需要的 但是你會不會怕它是一些很柔的物料 就不會的 我做了16隻 就是3萬多人民幣左右 其實香港是10萬起跳的 為什麼當初我就會在深圳 夠膽試 因為價錢真的差很遠 他們的計法就是8隻 12隻、16隻 以及每一隻去計算 如果你加入多隻的話 整個價錢又會再減少一些 收費是非常公開的 他不介意整個Bot貼了Price list出來 告訴你每一件東西是多少錢 他也不會有隱藏的收費 而且真的跟得很好 究竟整個流程是怎樣的呢 首先你要約一天去做諮詢 查看你拍牙究竟要怎樣做 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拍牙是完全不齊的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他們都會建議你先鋪了牙 又或者好像我的情況 就是我不是說不齊 只不過是門牙有一點點凸 但是我還可以鋪牙的 在那個時刻 他就問我 你會不會想先鋪牙 因為你做了牙貼的話 你就回不了頭 你就鋪不了牙 我後來鋪完鋪牙的時候 我又試過做隱藏的 但是我太懶的原因 我經常忘記帶 我原本應該鋪一年半的東西 我變成鋪幾年都鋪不完 所以我就說 我不會想再經歷多一次 那就直接做牙貼 因為我都不想浪費時間 我想快點變白多過我想極齊 但最後檢查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 有方法令到我爬牙齋 再看下去更齊 我不是說我的門牙是比較大隻 有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牙 還有有小小凸 他就說 本身的程序都要磨小牙齒 這個是必然的 你要接受到這件事 才可以做牙貼 因為你要磨小一點 才可以夠位去貼到牙片上去 然後才會齊齊齊沒有縫 他就說 我磨小和磨平的話 我看下去就會齊齊 他就會做了一個3D圖給我看 效果 問我可以嗎 如果可以 先去真正做牙片 以及先約時間去磨牙 而接拍攝的流程 比較專業一點 所以我也怕我說錯 我就要看著來讀 首先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約了一個時間去做了一個諮詢 或者看看你能不能做到牙貼 然後如果可以 我們看看顏色 選擇了顏色 而我選了第二白的 第一個就叫明星白 Hollywood Star的白 就是一些荷里活明星上鏡 那麼白的白 而我不想太白太假白 因為有些人真的覺得很假白 所以我就選了第二白 我覺得我的白是很自然 因為其實一直用下去 都會慢慢地淡色 就會越來越再自然一點 OK了 我們就會做一個立形倒模的設計 就會幫牙取模 取了模之後 就會用一個叫做數字素描技術 去拿了一個數字化的模型 然後數據就會傳到一些牙技師的實驗室 根據選擇了的材料 顏色 就幫你做一個牙鐵面 就會100%準確 因為已經是數字化了的模 這個過程我記得好像要整個月 然後剛巧我做完這個倒模之後 還有磨了牙之後 我是有一個旅行要去 所以當時他幫我套了一些 好像假的套上去 是很旺的 我就要戴了這個套去旅行 拍我的照片 那些牙是旺到瘋了 都不敢笑 當牙貼面做完了 他就會約你一個時間上去做牙貼 牙貼這個就不痛的 我記得是完全不痛的 因為他是把一些膠水 把牙貼貼在牙齒上面 然後用一些 我想你以前也應該試過那些熱的肌 刮下去 那一下是完全不同的 過程也要預約大半天去完成的 然後基本上你做完這個之後 就已經完成了 就已經看得到你整排是超級漂亮 而且是非常之堅固的 我由做到現在已經是差不多四五年了 我當中真的試過脫掉一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不懂用牙扇 我用了一個好像叉仔 其實用叉仔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一下子插下去之後 一下子拉下來就扯了下來 但是後來牙醫就說 是不可以這樣的 你插了下去之後 你應該是左右左右推 這樣推出去 才是正確的做法 而這樣才不會傷害到牙片 很多人就會問 做牙貼 是不是背面那一層會鑄光的 因為我遮住了 這個也是一個謬誤 因為你鑄牙其實是會看到的 在裡面就鑄的 所以你裡面都是你的牙齒 其實你這樣清洗牙 檢查牙洗牙 所有都是一切正常的 那怎樣可以再保持得好些 或者避免鑄牙呢 就是牙貼貼了之後 你的密封程度是超密的 你沒有什麼牙辣 如果你有牙辣 你吃完東西 退一退就出來了 但做牙貼就非常之難 所以為什麼牙耳千叮萬燭你 一定要每一天用牙線 就算你有沒有做牙貼 都要做 第二 我還可不可以吃一些很硬的東西 或者去喝咖啡奶茶 大致上什麼都可以吃 但不要咬一些硬的東西 即是不要咬殼這些東西 咬得大力 是有機會令牙片碎的 如果你想保持好一點 或者不想煩 想去補弄的話 就盡量避免吃這些東西 咬瓜子也是的 究竟要磨多少 會不會很痛 其實磨牙 我一開始都以為磨得 好像那些牙婆很小的 做牙套 但其實不是 左右磨走邊 變成一個小梯形 然後中間會有一點點 骯髒的 很搞笑 那時候小時候BB 這個過程就會有一點點痛 重量因為如果你拍牙本身是敏感牙齒的話 不知道做哪一個牙科檢查 或者做哪一個項目的時候 你應該都試過那種冤冤的感覺 但不要緊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痛 是可以打麻醉的 以前我小時候弄牙都是 打在我那裡 打完之後就會沒有感覺 第四條問題 可能很多人問 就是磨了牙齒之後 是不是一小 回不了頭 對 這件事情大家要想清楚 磨了牙齒之後 就是一小 但為什麼不 你要圓碗排牙 做什麼呢 磨走小固的牙 我覺得是很值得 因為沒什麼所謂 以後不會剝走牙貼 你會有問題 你會去更新 去換一塊新的 而不是去拆走 去還原回去 而很多人也會問 我貼一塊東西上去 會不會整個牙齒厚了 是不會 因為磨牙 首先要磨薄了一點點 你的牙齒 這樣才可以令到你拍牙 是正常的厚度 接著貼一塊很薄的牙片 上去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而我做完的個案 這瘦是我比以前更薄 因為我就是因為厚了 凸了出來 但現在是直接平了 基本上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非常清晰 如果大家有什麼 再細節一點的問題 可以參考我 Instagram有一個 highlights 就是講牙貼的 當時我已經答了很多人 一些很刁鑽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 又忘了大家問的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去這裡 去看一些問題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都不要緊 可以在這裡 YouTube留言給我 我都會去解答給大家 我的感想 就是我做了這麼多年 因為我已經做了19年到現在 都已經4年多了 真的覺得 沒有分別 和原本你拍牙 都是正常的咬合 吃東西 和活動你拍牙 是一模一樣的 最後再一次都想分享 就是我覺得做牙貼 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只不過是幾萬元 但是你可以買了一輩子的美 如果你是對自己有少少要求 你在追求美的話 這個錢是真的值得付的 你浪費多少錢去做南光美白都好 你永遠都不會做到這隻白 就是不需要浪費這麼多時間 這個星期要去做一次 接著又很怕喝咖啡奶茶 如果你是以前 平時拍照要P圖P 還有拍牙的 不喜歡笑 對自己的笑容沒有自信 覺得自己拍牙很旺 崩了不齊的話 現在馬上去做 因為做了之後 你就會明白我在說什麼 都沒有